原台南侧侯所建于1898年 是用来观测气象的建筑 由宽烟仓的塔楼以及圆形的建物组合而成 也因为形状很特别 所以有了胡椒管这个外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这里更名为台南气象局 随着时代远近 也陆陆续续换了很多次名称 从1977年7月开始 名为中央气象局台南气象策展 但是因为建筑老旧 部分业务必须在别的地方进行 到了1998年正式结束运作 成为市政府制定的市定古机 之后又升格为国定古机